文字与数值的不一样 那在 JavaScript 或者 Microbit的 这一个编辑器里面 他把文字跟数字 我们相同 见一个变数,一个叫123,一个是文字的123 那我们要他判断的时候 A等于B的时候,你觉得会不会等于 如果等于会出现爱心 如果不等于出现XX 那他这边自然会帮你判断说 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 这边他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是不等于的 数字跟文字是不可相等的 可是我们明明是什么 这边是数字的123 这边是文字的123 我们只是要他做判断 不过他这边自动帮你塞掉 也就是说 文字的123跟数字的123 对 这个程式来说 他的判断度 是有难度的 就是他 文字的123不等于数字的123 这个部分在国小阶段 学生在逻辑理解上他会比较难度 尤其是他从Squatch过来的话 Squatch123等123他会变成处 他会变成 是正确的 因为Squatch的123 他 文字跟数字的部分 他是没有做 比较大的区别 那在JavaScript里面 Microbit这里面 他文字跟数字是没有办法让你相等的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 我们在设计一些东西的时候 文字与数字 你要不要让他去做判断 这会是一个门槛 在逻辑推理能力在国小阶段 他有时候在这一段 会很难去理解 他明明两个都是123 为什么不能等于 或者他为什么不等于 或者是他甚至拿123跟123 去比较的时候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